无语 先生 都说你神机妙算 您掰这手指头又算什么呢 我算这皇上颁布这个圣心思乡诏 那是三月份 现在五个月了 那我就该去凤阳了 这有什么稀奇 这要算神机妙算 那我也会算 四五六七八 可不就五个月了吗 打什么岔呀你 你知道什么呀 皇上要回老家 颁了个圣心思乡诏 承办的呢 是李丞相的安徽社县同乡 这都官就是他自己 和这派伙的干活的都官 全是他安徽老乡 这个想不热闹都难 我明白了 先生是在算 要恕什么事 我没盼着他出事 但是恕欲敬 而风不止 你等着瞧吧 臣三月以来 两下凤阳 督办皇上 圣心思相照 就是要把皇上 照令上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落实到位 启禀皇上 凤阳之县周夜城 快马送来紧急公文 请皇上预览 送进来 这个凤阳的不正使许强 是怎么搞的 你看看 这是支县周夜城 弹劾他的奏本 皇上 事不相瞒 这奏折上 周夜城弹劾的数款 臣在凤阳的时候 早有耳闻 凤阳之县周夜城 承办过程中 不证实许强 的确利用职权 多有掣肘 臣多言了 此事还请皇上处置 朕早就说过 要保证朕的 圣心思相照 畅通无阻 若谁敢刁难的话 杀无赦 你指 将凤阳不正使许强 就地斩首 遵旨 这许强好像是 洪武三年的进士 刘伯温是他的作师 传真的口语 领刘伯温 立刻进殿面军 遵旨 按圣旨上说 户部拨的钱 粮 耕地 都按户口发放 可你圣旨上 并没有说多少户啊 那地方官吏 肯定钻你户籍上的空子 咱们再说管这事这人 叫许强 凤阳不正使 这人这脾气 跟他那名一样 不会转弯 倔 这能不打起来啊 你是不知道啊 底下现在为了钱和权的事 打得你死我祸 现在啊 就看这风打哪儿来了 大人 我刚才碰到丞相府的管家了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他骑着一匹快马 说是凤阳送信的使者 骑来的马跑累了 他要去宫门换马 凤阳来的 刘姨 赶紧上书房 把皇上赐我那块 换马牙牌拿来 顺便备驴 您这是 少问 赶紧 皇上 圣旨已经拟好 让凤阳来的人带回 交给周官执行 遵旨 皇上 您为此事传召刘伯温 难道他和这件事 还有什么牵连 朕一个月以后就要还乡 过几天 刘伯温要去替朕巡查一番 朕不能问问他的想法吗 对对对 这个凤阳支县周叶城 是不是你的涉险同乡 对对对 是涉险同乡 涉险同乡 不过他也算是皇上的 怀西老乡啊 前三月份 去凤阳宣读 圣心思乡诏的时候 那周叶城啊 当时听得是泪流满面啊 皇上的诏书 真是赶天动地呀 你是凤阳支县 派来送信的吧 是 正是 丞相大人让我给你换匹马 你这匹马跑的路太远 怕他回城跑不动了 好 多谢丞相大人 好 快走吧 回吧 回吧 把皇上口语 作业意识中乡刘伯温面上进箭 刘大人 今儿个怎么把你这条小毛驴牵到马场来了 我问你啊 头两天是不是胡人给皇上浸献了一匹叫旋风的骏马呀 您问这些干什么呀 您有一双顺风耳啊 你瞧瞧这个 换马牙牌 这我知道了 皇上总共才赐出六块牙牌 不过都是赐给五官啊 还有一块赐给了锦衣卫 您是个文官 不是 你还是不信是怎么着 不不不 是皇上的牙牌 被这不敢不信 大人相中乃一匹马了 就要那匹炫富 快 就要他 您拿什么来换 我 我这驴啊 驴 这头驴啊 我这可是御马场 养头驴多稀奇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这头驴 别看是头驴 就是没有马跑得快 但是比你的马贱的世面多多了 是他们的大哥 来 请走 臣 刘伯温见驾 平身 谢皇上 此座 好 丞相 刘大人 看看这个 皇上 预备如何处置 你怎么也问我这话 你们都一样啊 一看这奏折 都问我如何处置 臣 臣只怕皇上 已然下达了旨意吧 你怎么知道的 凤阳不证使许强极箭送达 皇上 你看看 你瞧瞧这事儿 刚才周业城的奏折刚走 现在这许强的奏折又到了 这都怎么回事儿啊 这地方上的官员互相弹劾也是经常发生的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不是废话吗 你两下凤阳都办 就只追回 也可以刀下留人 朕干过后悔的事儿吗 转眼前 就一颗人头落地呀 你笑什么呀 难道朕杀了许强 你高兴不成 不是 我是为皇上高兴啊 皇上圣驾返乡 是吧 人还没到呢 天下就知道 皇上因为一方官员的奏折 就把另一方官员给杀了 这不是说明皇上是兼听则明吗 大胆 刘伯伟你是暗讽 皇上偏听偏信 你 行行行行了 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 又开始火上浇油是不是 你说朕不是监听 那许强的话 也得让朕知道啊 哪怕是许强的马 跑得比他的马快点也行啊 那就恳请皇上派辟快马 追回圣旨 也许可能刀下留人哪 快马有 在御马场养着呢 朕一道指下去 这一来一回一个多时辰 前面那匹马早跑过长江 到达安徽了 怎么追啊 皇上 炫风马就在皇宫门口拴着呢 怎么在皇宫门口拴着呢 应该在御马场啊 这不是 这不是朕赐你的御牌吗 你怎么想起它来了 你真是神机妙算哪 这怎么是臣神机妙算哪 这是皇上神机妙算 算准了臣早晚用的上 这不今儿用上了 对了 下官把驴已经压在御马场了 好了好了 来人 骑上旋风 给朕追回来 遵旨